许多大公司把他的企业的工厂 迁到亚洲国家去 所以就造成这个失业的问题 涨利息恢复正常 整个的利息恢复正轨 但是要涨利息当中 又看到整个股票市场 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股票的大跌 所以到底下不了手 要不要升级了